欢迎回到台湾大搜索 52岁的季宝如 从小被注射抑制成长针 火锦丧夫 当起的妈妈桑 还报警抓自己吸毒的小孩 这人生实在悲惨 他怎么走过来的呢 他很冷的眼神看我 他说他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妈妈怎么可以 叫警察来抓儿子 那我跟他道歉 我说我会改 他冷冷看着我 他没有回答我 说到伤心处 季宝如流下眼泪 为了救吸毒的儿子 季宝如大意灭亲 儿子却不谅解 索性后来透过宗教 让季宝如开始勇敢面对人生 并且积极修复 跟三个小孩的关系 我懂 因为你从五岁半就出来拍戏 你已经45年工作了 人家公务人员也只不过25年 爸爸 我会改 我会为你而改 现在的季宝如是个虔诚的基督徒 原本自认是个被诅咒的人 一念之间他想通了 也原谅烧死他丈夫的神话 KTV纵火犯汤明兄 其实那个时候我不能听那三个字 后来 我很清楚 我并没有那么恨他 更何况 他后来也认错 也悔改 所以我说谁没有犯过错 我们也相信 牵出关怀 这世界就会更可爱 这几年来 他和几位资深的艺人朋友 组成了优质生命关怀协会 当志工 办活动 帮忙弱势小孩和老人 贡献出一些些的力量 让这个爱可以传承下去